淑女白天很多事 淑女晚上有心事 幫妳搞定淑女家務事 這幾年呢 因為這個生日率下降 所以經過統計 一個家庭裡面十五歲以下的孩子 他的人數已經跟 我們養毛小孩的數量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寧願多養兩隻Oia 也不想再多生兩個小孩 會不會 會不會 對 當日韓養Oia多可愛 多方便 還可以 有沒有 Sit 來 握手 還不會 對 你回家跟你的小孩講講看 Sit 講三遍喔 媽媽你不舒服是不是 沒有 小孩就不像毛小孩 這麼的好教 但有些媽媽可能真的 怎麼看孩子 到處什麼都是潛能 但人家都忙了半天 好像是白忙於早 對 首先來看看 因為我們是媽媽好神啊 當然小孩一定都有老天 給他的一些天分 還有潛力 我們來看看有什麼 好神事蹟 第一個呢就是 小事情看未來 說到火眼金金 就一定要問我了 我女兒 大概四歲的時候畫的 四歲 她畫什麼嗎 描述 對 四歲喔 四歲畫這樣 我那時候就覺得 天啊 那我女兒是天才吧 就算我畫不出來 我只有媽媽到這麼大 我只會畫火柴人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 那我一定不能夠 辜負她的錢了 所以我就 四十歲我就把她送去畫畫 然後她現在已經八歲了 希望她都可以畫成這樣子 好厲害喔 她現在就很厲害啊 然後我就覺得 就來八歲 我就覺得說我女兒啊 她就是 好好培養的話 就未來 你看 未來的 畢卡索 真的 有像 對 所以媽媽是之前畫的很值得 就是 媽媽就是有火眼睛 當然 因為我跟你講 小孩是這樣的 你平常看她在那邊挖沙 就是她很小的時候 挖沙做什麼 你就會沒有特別去注意她 因為她就在玩 對 可是有一次我們去餐廳吃飯 然後因為 真的他們已經坐不住了 然後餐廳不是有的時候 就會拿什麼畫筆 什麼給小孩玩 結果沒想到 旁邊的一個阿姨就說 然後我就說 有嗎 她就說 你看她 所以 是阿姨 對 阿姨就說 真的這個很會畫 不信 你給她拍下來 你去給什麼美術老師看 我拍下來 我就先PO臉書 我跟你講 所有的人都說 妳女兒太會畫 那畫起來 就真的是很抽象 可是抽象又很有意境 我就想 那不行 要帶她開始去畫畫 結果你看她到現在 她一路上畫畫都沒有聽 她開始那個素描 也已經畫到 你知道可以 沒錯 她女兒是真的畫得非常 我家的牆壁還有走廊 都是她的畫畫 所以妳那個本本 應該有無數本了吧 重點是我都貼在我家 走到牆壁 然後那個 每個人來都說 佩珍我覺得妳女兒 可以開畫展耶 對啊 你知道我現在就開始 跟一些比較有錢的阿伯 跟焦壁跟焦壁 她是焦壁 有就是說妳要收購嗎 現在就可以開始收購 以後一定會漲價 好 所以美珍 那妳看到孩子的天賦 是在哪個部分 媽媽除了要有活眼睛睛之外 還要見微知足 妳要從小細節 就看得出小孩未來的發展 我的小孩 就幾歲的時候 沒有照著 大概就是五六年 五六歲吧 對 沒有照著樂高上面的拼 她自己拼了一個 自己拼 太空飛船 好厲害喔 對 未來的國家棟樑 科學家就在我家了 所以那妳發現了 這個天賦之後 妳是送她上什麼課 我帶她去上 魔法科學課 魔法科學 有 是不是有興趣了 不是 她內容在上什麼 魔法科學課 它就是會配合小朋友 小學的自然課的教材 然後她就會給他們 做很多的實驗 像她這個做的就是 液壓升降機 她就是利用那個液體的壓力 去控制那個升降機 那女兒的部分呢 我女兒呢 就是 因為媽媽以前自己 一直有個歌手夢 然後在我兒子身上 就聽到了無音不全 就想說應該是沒機會了 但是我有一次就聽到 我女兒在哼哼唱唱 還會自己改編歌詞 我就覺得 這不就是 未來的鄧子熙嗎 我絕對不能來目她的天分 而且重點是因為 媽媽有歌手夢 找 我就找了 飛蛾樂團的 阿慶老師 她上手 媽媽真的是耶 媽媽真的是耶 就幫她上課 然後飛蛾那個 阿慶老師不是很會創作嗎 我就帶著她們上課 就創作了一首歌 對 她是用那個 TF Voice的歌去改 歌詞就是以 她在桌球比賽的時候 為靈感 好 來唱一個副歌好了 看著我左腳 右腳快速的移動 對手借不到我的殺球 這比賽 對手退縮 你有沒有尊重我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覺得妳當年沒有選歌手 這條路是對的 對啊 我覺得那緊鋒 其實是可以當 我們隔壁右右台的哥哥姐姐 對啊 還滿適合的 而且妳當姐姐我太高了 好 那沈醫師 那妳也是屬於這種 其實是從 真的很小耶 真的很小 但是我跟你講 公公很不準 不是 她其實有NG了幾次 可是她第一次抓的東西 因為當時那時候你知道 因為爸爸媽媽私心就會覺得 因為我小時候 我們家就是都是醫師 所以其實我們就 從小我就會背負這種壓力 但我其實沒有這樣想 但是妳知道 因為公公婆婆媽媽們都會覺得 妳的醫藥就做了一行 然後一灑出去 就會把那個聽診器 全部針筒 對 大概妳就十支針筒 然後三個聽診器這樣子 然後就妳到底是要抓什麼 所以就 但聽眼鏡就丟比較前面 那女兒就 她就很開心爬 然後二話不說 一手就抓聽診器 一手抓了信用卡 所以他們就很 真信說孩子以後就當醫生 但我覺得其實也不全 但我覺得也剛好可能 因為環境的許可 所以我女兒就真的 非常喜歡演醫生這個角色 然後她就穿著我的醫師 跑去就在長裙裡面 然後就自己在這邊走 這邊走 然後她說那妳要當什麼 我說妳要當什麼 她說我要當醫生 然後妳要當醫生 然後就自己拿那個針筒 我就有一天進診間發現 怎麼桌上全部都是那個 棉花穴穴跟紙張穴穴 然後她就媽咪妳來 然後就沾濕 對 然後她就這樣 她就有模有樣的 然後就打針 打針這樣子 她有知道性效是什麼 這書辦的是您先生嗎 就我先生 然後就 她都一定要扮演病人這樣 她就穿著我的醫師 還有假裝痛是不是 還等她說爸爸要去拿 髮刀 她就要把頭髮哭起來 然後一開始自己就換到很開心 現在在幫爸爸打肉毒的感覺 對 沒錯 她不是打疫苗 疫苗打這裡 她打臉 妳以為這樣的小孩就是這樣 這樣就知道 為什麼是拿信用卡了 對 對 我們小小到大 在玩那個醫生的那個打針遊戲 真的看到的畫面 大家都會覺得很好笑 因為一般小孩一定會說 來 打手臂 打屁股什麼的 我們這樣小孩一直都在這裡 對 打臉 都會再打臉 另外一個他會幫忙敲頭這樣 他就比較痛有沒有 可能等地力大一點 妳就負責的敲 妳就是那個 妳老公 妳老公老本來不是 所以是要脫褲子嗎 不要這樣子說 蜜尿褲真的不用脫褲子 不要大家一看到 醫生就已經脫褲子 我女兒還有一種可愛 是最近她現在大一點嘛 然後女孩子就愛漂亮 她就每天就是這樣 媽媽我也要 然後就一到診所 那佩妮姐妳也知道 我們就會有很多家體的那個 對 我女兒就跑過去開始 不是 她不太會 不是 她不太會 她還塞三個 我說孩子 不可以有三個 她塞到滿意為止 為什麼 還好塞滿 媽媽 妳有看到媽媽有第三個 那她有選材質嗎 她一摸一摸 她就摸一摸 我看她在換我 我就問她說 寶貝妳為什麼要換 她說這個比較大 她不是說這個觸感比較好嗎 沒有 她說這個比較大 很可愛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跟環境也有一點關係 對不對 因為爸爸媽媽畢竟就是都是 從事這個醫學嘛 黃醫師 那像妳在我們心目中 妳應該非常冷靜 妳孩子當年 妳也是這樣火眼睛睛 發現她什麼天賦嗎 其實我很害怕這種事情 小時候大家難免有犯過這種錯誤 就是妳覺得她疊寂寞 妳好會疊喔 那我送妳去上那個LASSIE 對不對 以前那種流行的課 對 我們也都有上 結果那個上那個課 她會互相比較嘛 那其他同學 有人年紀稍微比較大 或者已經上過大概一兩個月 她對於那個LASSIE的那些組裝 還有那些材料 她很熟悉 結果我兒子是那種 很容易就會被別人影響 就發現 我好像沒有那一些厲害 我也做得也沒有她好 她就覺得 我好糟糕 不做了 挫折 對 不上了 但其實滿可惜的 所以後來我就很謹慎這種事情 就是就算我感覺她有什麼天分 我也就是妳自己決定啊 忍 掐大腿忍著就對了 完全不敢 對 完全不敢 而且妳有沒有發現啊 那些才藝的老師們 都會告訴妳 妳的孩子很有天分 沒錯 我覺得那些老師 尤其是補教業啊 各種才藝班的老師 他們都是講說 她真的很有天分 妳千萬不要停喔 她要繼續上 沒有 她繼續上就不得了 可是也有可能 真的就是很有天分啊 馬上就看到成果了 講到這個我就覺得 我真的覺得 這是天下的調查愛理 因為媽媽從小 已經英文就不是很好 所以我會把那個希望 進入到孩子身上 快一歲八 九個月的時候 我們去吃飯 然後衛生紙上面 不是會有英文字嗎 她就忽然就念 TOWER什麼T 就是把那個英文字 一個字一個字就唸出來 快一歲 八到八 九個月 很厲害 我們那時候有嚇到 什麼可能 對 而且是真的唸對喔 真的唸對 然後我就覺得 好神奇喔 這個真的很少 因為一般是四歲 才會唸數字 五歲才會唸一些符號 所以這邊這個是 八個月的時候 對 那時候差不多 快一歲的時候 二 二 三 三 四 她都是唸英文耶 對 她都是唸英文 好厲害 很厲害 對 很多禮拜的月的時候 還在考慮要叫寶寶寶寶寶 對啊 對 太好喝的 這種應該是要想 她上輩子是不是外面 不用說 真的 漢婆湯沒有喝完 這就我 真的沒有人教她 那時候就是給她看詩咖 對 然後就是我會有時候 會唸給她聽 然後只是這樣子 就是隨意而已 她就自然而然就會唸了 然後之後 我就讓她會去 想說她這方面很有天分 我就會去買點獨壁 或是獻上課程 然後之後讓她去上那個 全英文 而且都是外籍老師 對 她從中班 就會用英文寫意記 然後現在都會跟外國人聊天 然後出國玩 然後都當阿公阿嬤的那個翻譯 這麼厲害 妳可以看嗎 所以這個是幾歲的時候 她都要三歲的時候 哈囉 妳可以介紹一下自己嗎 妳可以介紹一下自己的 妻子 妳可以介紹一下自己的 妳可以介紹一下自己的 妻子 然後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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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好可愛 很厲害 完全不會 好強 超強 所以妳看媽媽都是看著 自己的小孩這樣長大 一路就是想要發揮 他們的潛能 但是有沒有 請一下黃老師來告訴大家 就發揮這個潛能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什麼是 什麼階段是可以跟著的 我覺得主要是看那個年齡 有不同的比重 像譬如說 零到二歲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建議說 是要 因為其實你看我們 不管動作語言 溝通 情緒 這都要發展 至少要發展到兩歲的程度 以後才夠用 二到六歲的時候 學齡期的時候 除了還是讓她繼續 全方位發展以外 就可以加入一點興趣探索 因為像我們剛剛很多媽媽聊到 其實在這個過程中玩的時候 你就會慢慢看到她喜歡什麼 甚至有些東西 有沒有 跑得比較快 語言跑比較快 畫畫跑比較快 那你就可以開始 加入一點點興趣探索 譬如說 我看她唱唱跳跳 還滿厲害 滿個樣子 我就可能幫她抱一個這個 這個律動 畫畫還滿有個樣子 我就教她畫畫 所以我就請人家 去參加一個才藝班這樣子 我讓她去探索 因為這時候呢 其實不只媽媽在探索 其實小孩子也在認識自己 對 她有時候會很善變有沒有 我會覺得說 怎麼給她去學一下 什麼畫畫課 一個禮拜以後 兩個禮拜就不完了 其實有時候是正常的 因為孩子在認識自己 探索 沒錯 所以我們有時候 要觀察孩子的反應 去確定她真的是有興趣嗎 有潛能嗎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媽媽好神 第二個我們要討論的重點是 像我呢 是 就是兒子從出生以後 我都是每天跟她一起 腻在一起 然後我就發覺 小孩子 如果說爸媽 跟她玩什麼都會讓她 都以她為重心 阿嬤 我媽媽也以她為重心 所以我很怕小孩子變成 好像不懂得 跟別人怎麼相處 好啦 那個時候 我就想說 很多人是兩三歲 就受到幼幼班 那時候我就想說 太小了 怕會到學校被感染什麼 我想說不要那麼早 可是我又發覺 小孩子到公園去 他不太跟別人互動 他有時候不認識人 他會躲到我的後面 那我覺得從小人際關係互動 或者是說會扭起來 浪移一下 什麼東西要分享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所以我想好吧 那時候才兩歲多 我兒子 我帶他去參加了一個韻律 那時候他 最早最早的參加 就是團體的 然後老師說 來 我們來唱個鈴啊 怎麼樣 然後那個小朋友就跟著 那個老師是 很熱烈 對 可是小朋友呢 孤僻的就是 在訓練 對 但是很活潑的就會 一起 你們都參加過 對 我也有參加過 我參加的是那種 就是一歲以前的 上完我覺得我比較累 因為他耍鈴都是媽媽這樣 哼 小孩子人家不會動 沒有 可是我參加就是 媽媽不能爭取 對 因為他就是比較大 就是要讓他們 然後他每次說 媽媽不好玩 我說不行 一定要來 媽媽我不喜歡 我說妳一定要喜歡 可是那個時候 我覺得滿殘忍的 因為我為了要讓他 去家 其實有的時候想一想 小孩子你把他送到幼稚園以後 他自然而然就會跟大家 對 他會建立他的社交 對 所以他現在人員 就還算不錯 從小就互動 經常帶他這樣 對啊 我覺得那個是真的時間 小孩時間的問題 我那時候小孩 還沒有上幼兒班之前 我也是很急著想說 讓他去上一些那種 就是玩樂的課程 律動課程 一去也是我坐在那邊 然後每個媽媽都帶著小孩 小孩都是坐在媽媽的前面這樣子 然後一起聽課嘛 然後一起玩啊 做動作 他 他就是一個人在邊邊 腳腳跑超遠的 都是我在跟大家互動 好 我記得 真的 我上完之後 我覺得我好豐富喔 因為我學到好多喔 媽媽滑水 對 我真的 就是媽媽在享受 對 我學得要怎麼樣 讓我的小孩讓他自由 然後讓他就是 先享受他的過程 先做他自由 其實大概這樣子 過了兩個月吧 就是我要忍到八堂課 你要想 對 他就有過來 有一天就過來說 媽咪我想要跟你一起 然後就坐在我腿上 就開始了 我整個人就覺得說 媽媽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耐心 對 因為有時候小朋友 真的會在旁邊 一直觀察一個新的環境 或新的團體 對 然後等到他覺得他很安全了 他才加入 就是像我老公 他就是很喜歡騎腳踏車 所以他就覺得騎腳踏車 是一個很好的運動 所以他在我女兒 很小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 讓他去學就是怎麼騎腳踏車 可是他很奇怪 他不是讓從那種 滑步車開始 他也不是那種腳踏板 後面有輔助輪的 他就直接讓他學兩輪的 兩三歲的時候 你讓他走都走不好 你讓他學兩輪的 摔車怎麼辦 對啊 然後現在小孩子是不是又很怕 然後很緊張 然後就是會受傷什麼的 然後可是我老公就是那種 你一定要就是 你一定要學會 你怎麼可以 就是這樣子平衡感不好 你長大的話可能會人生出什麼 就講得好像 不會騎腳踏車 就是人生辣茶這樣 那因為我會溜直排輪 所以我就跟我女兒講說 那不然我們去溜直排輪 直排輪 對 你怕受傷沒有關係 我們直排輪我們有 暴距 有手的護具 有腳的護具 你摔了也不會痛 那因為他真的有了這一些護具 所以他就覺得比較勇敢 所以我女兒真的 他就三歲的時候 就開始學直排輪 那他現在已經是 可以後溜的那種 然後反而是我老公 因為他不會 所以現在 你就跟他說 爸爸人生如果不會 直排輪的話 真的 堪憂 你現在男生不會後溜 你怎麼牽得到你 真的 後溜 惑畢 每一齣愛情劇 都要在你路上 溜溜 對 我兒子是怎樣你知道 那時候他也是 洗腳踏車有那個後輪的 他爸爸從小 他只要摔倒 他爸說 不准哭 這樣真的好可憐 然後結果有一天 他爸帶著他去騎那個 河濱公園 然後我在家煮飯 他爸二話不講 把那兩個輪子拔起來的 就在後面這樣說 起 他起 他爸就放手 他就 他看他爸不在 他就一拚拚起來 就掉到水溝裡面說 全身都是 那是血你知道嗎 他爸說來 起來 繼續 他就 心流血了 還要繼續 他爸就這樣訓練他 可是一次以後 他爸是當成軍隊在訓練 他爸是組軍 他爸就這樣 他爸就一次 他就會了 都不用輪子 隨便來看 就是韓國人的拚勁 這種 真的 身體好強 回來 但是我真的覺得 的確一次 肯心真的會 你說你小孩子狀況是 我兒子那時候是 剛上小學的時候 就很常在學校 跟同學起衝突 其實也不是什麼大事情 就可能譬如說 他想要跟別人借個文具 但是他沒有先問 然後等別人回答 他就直接拿了 就是你的可能腦筋裡面 他自己已經想完了 你知道嗎 他就直接拿了 可是有的人就會 對於這種事情很介意 或者是排隊的時候 可能別人就插隊 他就推了他一下 他其實是想要告訴別人說 你不要插隊 但是他就省略了這些話語 對 所以我就帶他去上了 一個EQ課 真的 帶他去上EQ課 我帶他上一個EQ課 他就是有點 類似於那種戲劇的方式 老師就會幫你安排 很多生活的情境 當你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要怎麼處理 然後你要怎麼學習 表達你自己的情緒 像以前我問他說 你怎麼 他說我害怕 你為什麼害怕 他回答不出來 但他就上了課之後 他就懂得怎麼表達 自己的情緒 他就說 媽媽因為譬如說 房間燈太... 房間太暗了 所以我很害怕 所以你就知道原因之後 你就可以幫 協助他解決嘛 所以我覺得EQ課 是還滿不錯的 我剛剛聽到 有很多大家家長的擔憂 我自己以前也經歷過 男生就是對孩子的這種肢體 球類運動 我就會特別擔心 我小孩小的時候 不是個運動咖 我就把他每一個運動 通通嘗試過 然後大概經過好幾次的失敗 我自己也成長了 我發現 我猜 我會這樣高興自己 轉念... 為什麼爸爸們都會覺得 男生就一定要有雨球量運動 因為我們的很多的人際關係 都在運動中建立 這是女生不懂 所以我老婆那時候也覺得 你為什麼要這樣 那為什麼你女人沒有 你不覺得有怎麼樣 我就覺得 男生女生不一樣 好像我那種感覺 可是後來我也成長了 我就覺得說 沒有必要這樣子逼他 結果他自己也是 找到自己喜歡的運動 也許跟我當初想的不一樣 對 那剛才也提到了很多人 比如說小孩很好動 就是叫他去心算 靜坐 幹嘛的 那小孩很安靜 就像我一樣 就整天把他抱球的運動 但其實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真的要用這種 這個節償補短的方式 幫孩子去做安排嗎 我講一個簡單的 當然不是一個很中肯的比喻 但是你如果今天 大概第一堂課 他就歷史了 歷史了 這是一個 好像不應該是這樣思考的 如果今天一個孩子很安靜 或許我們應該真的 多一點安靜的課 然後那個很好動的 反而多一點好動的課 但我也不是說就不能 能夠兩個這樣子 水乳交融這樣子 幫他安排 只是說那個停損點 我覺得夫妻要好好的溝通 我就覺得 常常是我老婆幫我去拉煞車 說你讓他去上這些體育的 運動的很好 但是你該煞車了 因為你的孩子已經開始抗疫了 他已經不高興了 他已經有一些生理的反應 你可以停了 那我覺得那時候如果我 我有聽進去 所以我的孩子後來就很 有些爸爸聽不進去 對 像剛剛提到 有些就是讓他站起來 其實也許他最後成功了 我也常常舉阿格西的例子 阿格西被他爸這樣操 邊那打 成功了成為網球世界明星 然後他在自傳裡面 把自己爸爸寫得那麼不堪 就是你要的嗎 對 就是你要的嗎 就是很多可以反思的文 對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